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支面膜刀 在泰国也称之为佛牌 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它这款的话它是比较小个 它是那种small size的这样子 小小个的 小小小小小小尊的 小尊的这样的一枝面膜刀 收藏起来或者是收纳起来都很方便 这样子的小的面膜刀 可以放在钱包 皮包 包包 都可以啊都可以啊 这一枝面膜刀是 龙或超坤辣大师福开工 祈福家吃的 妙名是瓦苏塔瓦尾巴山 活力是2563年 它的材料也是采用的是铜啊 链铜 它那个有佩戴灭膜刀 它的功效也是非常多的 它可以帮助你阻挡 就是一定范围内的一些黑屋邪术 鬼灵 恶灵 它也可以帮助佩戴者 保平安 帮助抵御小人这些啊 当你睡觉的时候呢 它也可以帮你阻挡一切的恶灵啊 恶梦啊 进入你的梦境当中 它是可以把你的恶梦赶走 你有听说过还有那个鬼压床的吗 它也把可以帮你赶走 然后也可以帮助家里面的瓷场 家居不好的气场 这些 灭膜刀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功效 它可以治疾病 可以帮忙治病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哦 看一下很漂亮 那我给你们再帮经照一下 看到没有 整个上面都是有妙的那个金纹哈 都是有金纹在上面的 它这款的话都是一个金色的哈 金色 小个子其实也是比较小的 灭膜刀呢 灭膜刀呢 在泰国呢 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法治生物来的 在泰国呢 它生物中有一个外形 就像这样子 一个像一把刀这样子 它整个刀身都有刻满符文的 就是称之为灭膜刀了 灭膜刀最早的起源的话 它是一个有特殊的神秘 无间不吹 能够抵御外力的入侵的东西 在泰国古老社会的时候呢 要到到美 要到一个某一个地方 往往需要 步行通过重重的树林或者是森林 人们呢 就会戴上一把灭膜刀 随身而行 它为了防止这些野生动物啊 邪灵啊 黑屋树的侵害呢 这些僧人呢 集一巫师 集一巫医 就会使用这个灭膜刀 来为人们施法 然后做法 就可以达到驱魔和致病的一个效果 如果将面膜刀 供供在家中呢 也可以让那个邪灵啊 恶灵啊 避免他们进入家中啊 为非作歹 也可以起到一个正宅的一个效果 嗯 这样 这样一会比较清楚一点 因为它比较小 我方太近有时候会有一点点萌啊 在泰国呢 Nita的刀身 因为年轻的时候呢 都会就 就造一尊灭膜刀 然后随身携带 里面会刻满 刻满经文 都在这个刀身啊 刀柄这边都会有刻 他们可以让民间的这些善性 为了保家 安宅 安康 保平安 就会祈求大师傅 招门铸造一把灭膜刀 然后久而久之呢 然后我们因为现在社费越来越发达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铸造成这样小个的 也方便随身携带 当然也有搭个的啦 灭膜刀呢 它有很多的攻击性和反手性的法器 因为有刀身和刀剑上面刻了很多的符咒 加强了它的威力 就可以攻破灭膜的那些膜的阵型 还可以呢 增强持有者的信心跟勇气 灭膜刀虽然是以刀的法相为外形 但是经过加持之后呢 灭膜刀是不可以沾血的哦 如果用于切割食物或者是伤害他人或者是动物的话 那么灭膜刀的法力就会消失哦 一般来说灭膜刀作为法器去相邀服膜 多为高深避血避膜所用 所以呢 不会让这些刀啊轻易的出翘啊 那么如果在家中刀若出翘了 就会在家中的祖先去驱赶一下 除非是遇到真的是很强的邪灵 否则的话我们是不可以去扒刀去出翘的 除非是遇到真的很强很强的邪灵 然后呢还有灭膜刀呢 他除了师傅的学习的法门 加入了那些刀里面的精文以后呢 他也有招财的功效哦 现在呢就很多师傅就像是我手上拿的这一款 都会制作这样的一个小型的 就方便诸位佛友们的佩戴 有的呢就像我现在手上拿的这种是没有刀 刀壳是吗刀壳的 其实现在呢一般人佩戴只需要挡灾避险 让那些恶灵不能近身巫术等等哈 是没有必要去佩戴那种真的很大把的那种刀在身上哦 其实那个太大的也不可以随身携带的哦 我再给你们照清楚一点吧 因为总感觉我好像照的不够清楚 哎反光这样子就会比较好多了 这一尊真的很漂亮它是晶晶亮亮的 晶晶亮亮的 你们看一下它的尺寸呢 它尺寸是真的是蛮小的 3.5啊3.5cm这样子啊3.5cm这样 在视频的右下方有师傅的照片 在视频的左上方的话是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有想要共情的佛友们 再会给你帮你帮忙的 已经做好了 就去到这儿了 Alors给你帮忙黄里 吧 感谢观看